A.B.A.B.A. 所以他們會把花粉 繞回來然後放在這裡 為什麼 它是在 它的目的 是要儲存在蜂巢裡面 當作它的蜂糧 因為蜜蜂 蜂王產卵了以後 它的幼蟲 需要很多的蛋白質 它的蛋白質營養成分來源 就是烤花粉 那蜜蜂生產蜂蜜 那牠們吃蜂蜜嗎 不吃 蜂蜜是牠的主食 蜂蜜就是牠們的主食就對了 跟我們吃飯要配菜一樣 那我們要繼續往下收了嗎 好 這個可以收了 這應該可以 這直接倒進來嗎 對 所以我們就再把它放回去 這個要這樣蓋著 這樣子是收完的 對 這是收完的 這蓋著 下以來也不會弄得差 拿起來從這邊邊這樣給它靠著 會壓到 會壓到一隻 就不可以 這樣翻 會這樣撞過去 所以才用滑的 用滑過去的 再燻一燻 因為它有一些頭 我會鑽在這裡面 不瞞你說 在這個山網裡面 所以說你要燻一燻 它頭會拉出來 我剛剛是完全沒有 你這個才可以 我知道 因為我剛剛在這一面看著你 有幾隻是從下面感覺快被壓到 然後這樣子拉輕 這個好多 這個好多 這燻到一隻 其實滿可愛的 真的嗎 因為這個上面有一個黑色的板子 對 這個上面有鑽很多孔 這個是給蜜蜂量身訂做的 蜜蜂不帶花粉的話 可以很輕易的鑽過去 如果它帶了花粉在 會卡住 花粉欄上面 後面兩個都凸出來了 對 超過這個孔徑 所以說當它要過的時候 就會被卡下來 底下就用小抽屜把它收住 所以你這個要算的 它的就是蜜蜂的這個大小 剛剛好 這個是量身訂做的孔 那我們現在可以收這一盒 好 我很害怕它們不爽 燻過煙以後 撥都沒有關係 可以了 我們要倒在裡面 把它倒蓋 刮一下 刮一下 用這個動作就是慢 它就不會引起它的警戒 等它接觸煙味 它就會走 可以拿 鐵滾打 可以拿了 你拿 我拿過了 換誰拿 不要再拿了 我幫你把煙 快點 誰要來拿 我沒有戴手套 那個 你剛剛是故意 沒有關係 慢慢拿 我的心情被發現了 故意輕輕拿 讓它輕輕撒 你看我一直在幫你噴煙 好不好 兄弟購意氣 因為我有點不敢動 對啊 我剛剛連呼吸我都不太敢 再幫你驅趕一點 少一點 好 這樣可以嗎 好多喔 可以拿了 可以拿了 真的太多了 你就手先慢慢伸過去 你不要壓到它 底下有一支 你不要壓到它 你可以先把它剝開以後 拚到的程度 平一拚推過去 沒有 好 虛一虛 再把它拉開來 把盒子拉開 你可以呼吸了 可以了 我覺得 我好像在玩 它下面好多 好 來 拉開嗎 已經趕走了 那可以拉開 肯娜你好猛喔 你穿短褲進來 你真的太厲害了 其實我現在很緊張 我現在整個人都縮起來了 我知道 這超硬的 可以了 可以嗎 對 好 那這些螞蟻都怎麼處理 最後 這個螞蟻就是 烘乾的時候有沒有 花粉都要烘乾才好保存 對 烘乾了以後 我們會用那個風車有沒有 把它吹掉 歐蟻喔 可以分離 那我們花粉收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還可以幫吳伯伯 什麼事 割那個 巡視蜂巢 割那個熊蜂有 熊蜂 為什麼要割它 對 為什麼要割它 因為這個熊蜂不做工作 熊蜂不做工作 在裡面好吃懶做太多了 對 勾餘的就不要了 就是要去除 要殺 要把它割掉 那除了女王蜂以外 女王蜂是女性對不對 對 那其他的蜜蜂也是有公母對不對 一個窩裡面 女性的蜜蜂就是公蜂 工作的公 跟蜂王 跟蜂王是女性 對 另外一種就是男的 就是熊蜂 對 好 要噴嗎 要 熏 熏 好多 當這個熏煙熏到一個蜜蜂 已經轟轟轟那個訊息了 就要停 那蛹在哪裡 蛹大概長什麼樣子 都在蜂巢裡面 一般這個邊邊都會有蜂膠固定 所以說你要是把它敲動以後 才拿得起來 好多 沒有蛹 這個就是熊蜂的蛹 有 有看到了 那個就要除了 因為沒有很多 一般這個角落的地方 像這個草孔比較大的 這個都是熊蜂 像這個就需要割了 這個就比較多了 所以這一塊都是熊蜂 輕輕地把它割開 對 好恐怖 好 這樣就可以割了 完全縮起來 它現在開始在暴動可以嗎 可以 不是 我說是下面的蜜蜜 因為它不是暴動 它要找回家的位置 就這樣直接割掉 對 你要小心 這隻手拿著 有趴在那邊 細密的蜜蜂 你要把它稍微給它 剝開 稍微給它動一下 它就會離開 就這樣割 對 沿著木框的邊邊這樣 要割伸下去就對了 不用伸下去 就平著拉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對 有雄蜂你要先把它剝開 雄蜂我不怕 雄蜂不會叮 我不怕 不是 有公蜂在那邊 這樣這個嗎 對 你輕輕地把它剝 它就離開了 先趕走 要不然就要用掃把它掃 沒關係 我輕輕地把它趕走 切割一下 對不起 對不起 你 這麼大 沒關係 這樣比較好做 這上面可以割的沒關係 上面那個是蜜 這個是蜜 那一塊是蜜 怎麼辦 要吃也可以 可以現吃 這養分很高 吃那個薄膏 可以喔 對 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 這應該很好吃 你就可以捏來吃看看 所以這個可以吃嗎 我想沾一塊 你現在想說怎麼吃對不對 我整個拿起來 我 我放不進我嘴巴 你不說我都沒發現 我放不進我嘴巴 好好吃 好好吃 這樣高雄蜂會了嗎 會 會 而且 它沒有想像中的甜對不對 這個甜度剛好 好好吃 那它把它倒下去 它會自己再飛回去就對了 它會找位置進來 第一次進到養蜂場 真的很特別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幫爸爸 做什麼事 這是草蜜 草蜜喔 違章建築的蜜 違章建築 蓋太大 換給你了 這個更厲害 這就蓋太大了 拿著蓋子 就是這些多的是要割掉 所以它多足在這個槽框上面 變成違章建築了 所以說要把它割乾淨 那它這樣子 你多久可以把它收成一次 今年是收成很不好的意義 真的喔 只有少部分這個特別強群的 走在這邊灰的話 動作要慢慢的 慢慢來 慢慢走 所以它們這個是為了要儲存蜂蜜嗎 也是說 因為這個蜂巢裡面 除滿了蜜 蜂王又要殘暖 它要把這個蜜清開 所以說它會利用蓋子上面 這一段空間 再做這個違章建築來除蜜 把底下的蜜清開來 中間它要殘暖 我們先來把這個違章建築先割掉 好 怎麼割 我先拿來割一個給你看 所以那個汁就是它在散發撤退的訊息 因為煙 這個要割的時候 一隻手扶著刀子 一隻抽 這個蜜蜂走了以後 你就可以用割這樣割 有沒有 這樣就割起來了喔 對 這個就這樣 每次看它掃了 這裡可以吃對不對 對 裡面都有蜜的 對 它觸感滿不錯的 我沒有帶手道出來 這是蜂蜂 這一塊蜜比較多 給你掃 這個很整 你來割看看 好 兩隻手 一隻 一隻扶著 這樣搓 滴下來了 那麼應該是割外面的 你看 扒開來裡面 這咬下去一定很爽 這應該就是大口咬下去的時候 對 這個大的很多蜜蜂卡在這一區 你要從外圍的先割 外圍 對 那我怎麼請他們借貨 好濃喔 那個拿的角度不太 好大口 對啊 天然的最好 我割這一塊 從外圍的先割 外圍的嗎 超好吃的 我的手下都是 我的手底下都是蜜蜂 輕輕地掃乾淨 我看到蜜蜂的針了 這我剛剛割得像 香蕉一樣大小的蜂 蜂 對啊 蜂巢 而且這隻蜜蜂一直在我手邊 而且你的手露出來 對啊 我的手露出來趕快拉回來 蜜的 不是 它是噴到蜜的味道 好 我趕快 要吃吃看嗎 是剛剛有吃過 所以試試看這個大小的怎麼樣 扒開嘛 可以嗎 可以 其實有倒置 好多汁 對 有倒汁 對 很多汁 李仁哥不要嗎 我剛剛有 我剛剛吃那個 我剛剛吃這個是極品好不好 這個蜂蜜超多的 好吃嗎 蜂蜜很特別 它甜度夠 可是它不會讓你膩對不對 真的… 因為它是天然的… 天然的這種甜分 它不是化學 所以你不會膩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吳飛貝 我們的表現還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喔 算可以啦 那我們還可以幫你做什麼 除了在蜂蜜以外 我們還可以去… 這個工作做完了以後 我們可以做鹽化鹹汁 讚 離開蜂蜂蜜了嘛 離開蜂蜜 要去採蓮子是不是 對 也要採蓮子 GO 移開的時候大家一樣 動作要放慢對不對 對 動作放慢 把那個花粉拿走 我拿 動作放慢 吳伯伯我們現在要從這邊下水 對 它這個是什麼品種的蓮花 紫時蓮 半夜紫時 有沒有 紫時 對 晚上開的 你看它現在白天都在睡覺 好 晚上才會打開 所以叫紫時蓮 對 我們要搬它是不是 對 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那個蓮梗 那個蓮梗把它搬起來 好 那我們跟著伯伯下去 等一下 那為什麼只有我們兩個穿 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才能 我們不會 它會做飯 它會做菜 所以你們現在採蓮梗 是要吃的嗎 對 中午就這個草來做菜 真的喔 太好了 好 來 蓮梗我來處理 好 這不好走 不會 裡面稍微軟軟的 軟軟的嗎 好軟 你要推我 這個直接拉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拉起來就好了 這個蝦要黏住 你看這隻嗎 這叫什麼 蓮梗 蓮梗 不要看什麼這樣比較長 我看不懂 就拉長一點 有一尺多兩尺這樣就可以 很巧合 這樣太短 腳放不出來 這個可以嗎 可以 對 然後就直接拉起來 對 拉起來 我把它拿回來 火把它黏住 蝦把它黏住 什麼叫寸步難行你知道嗎 這個叫寸步難 因為踩下去那個腳就會陷到 大概腳踝的深度 然後你要再從泥巴抽起來 其實是需要一點力量 所以不能停 你要一直走 你願意一直走不能停 這個火把它拉起來 火也可以嗎 對 對 這個火比較扯 火比較扯 對 這腳在幹嘛 我再拔不起來 我沒有在幹嘛 我們的水桶 被吹走 給我那個臉門 給我 這個火也可以 這個火也可以 不要跑 一箱太多在吃就 真的很難走 對啊 誰會想到要吃臉梗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對 我光就一個水桶 就已經覺得好累 有的都沒長 有的蝦蝦蝦蝦蝦沒關係 老蝦蝦沒關係 老蝦沒關係 這支很長 我們是斑這種跟裡面那種 都不一樣對不對 品種不一樣對不對 品種不吃 那是吃蓮寺的 那是吃蓮寺的 對 待會兒蓮寺去對面 對 對面的比較多 好 我們這裡還有斑幾乎 我們來對面看電視 好 還好這個禮拜太忙了 忘了剪指甲 不然現在這應該蠻難錯的 所以蓮花好像整個部位 都有得吃耶 它的葉子 它的梗 它的紫 它的花 就不知道沒有人在吃囉 這我還沒吃過耶 這我還沒吃過 其實這就是一個 很龜毛的一個東西 很好剝 但是很難剝 很好剝 就是你要剝一絲呢 很簡單 但是你要把它清乾淨 這時候就蠻難的 對 很難剝 好 我還沒看 現在要搬蓮子 對 我們蓮子要注意什麼 我們蓮子要注意 這個有刺 這種有刺 對 我看 脫髒 脫髒 不要剝 這個手不要自己 不要摸 你要我們蓮子就是面上 抹起來就好 在這裡抹起來就好了 我看這個有色 這個已經 很開了 這個精緻很開了 這個就可以壓力 像這樣子 露出一點點就這樣 這個就可以 這樣鬆鬆的也可以 好 了解 我有要跟你打棒球的意思嗎 你當然是下來 你也要跟你打棒球 我拔不起來 這邊更黏 真的假的 對 這邊不深可是更黏 我來看看 這個就不太熟 這個不太熟 怎麼比較 這個比較熟 這個要白白 它的電氣比較痛 它已經有縫隙了 所以可以 這顆一定可以對不對 對 這樣嘛 它已經有熟了 下去摸一下 這樣就上來了 來 拔不起來 寸步難行 對啊 寸步難行 你有覺得我有在移動嗎 這個還不行 我很想 阿伯 這個可以嗎 這個還不行嗎 連昆達都沒有在 都沒有在工作 都離在移動 我一直在拿著這個 等著它丟給我 快傳一雷 快傳二雷 三雷 本雷刺殺 YES 外野 這個可以 因為有些不夠熟 有些是太黑碰到那個刺 這裡有很多 這裡有很多 我一個黑碰五顆 五顆 五顆九百 你看看 這個也可以 可以 謝根達 你不能假裝盲沒事幹 好不好 我沒有假裝盲 還是撿起來看 帥喔 什麼球都可以接得到喔 YES 厲害 好啦 享樂的時候到了 YES 我們先來試試主食好不好 好 主食是 荷葉飯 這就是荷葉飯 自己來 就是用荷葉包起來的飯 謝謝 厲害喔 好香 厲害喔 好香喔 可以直接這樣 好好吃喔 好吃 它這個整個荷葉很入味 就是好像葉子蒸 所以它味道不太一樣 它有一個香味 它有一個植物 就是應該就是荷葉的香味 還有蓮子的香味 因為它蓮子也放在裡面去蒸 好 這個是什麼 我剛剛辛苦剝的蓮梗 蓮梗 它剛剛我深吃 它有一點像那個什麼 芹菜 這樣看起來 怎麼樣 它吃起來滿像肉的 你假錯了吧 什麼形容 因為我剛剛吃了一塊肉 白癡 它外面看起來是軟軟 可是吃起來好脆喔 對 這口感滿妙的 其實 我剛剛在拔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我為什麼要 你為什麼要吃蓮梗 對不對 而且它是在 其實我也有這個疑問 對 而且它是在泥巴裡長大的 可是你這樣拔起來的時候 你想說這應該可以吃 對 應該可以吃 你說這樣 煮得很好吃 蓮哥 你前面那一碗是蓮花雞 蓮花雞湯 你看它有整個小年樓 對啊 這整朵花 整朵花 它給你找 直接下去調味 我來喝一口 好香喔 好喝 真的嗎 很好喝 我覺得我喜歡它的調味 它的調味不會太過頭 然後就有一種 清清淡淡的那種 蓮花的香味 是 好喝 花的口感很妙耶 真的喔 很像香菇 你剛吃到的是香菇 沒有 真的 真的吃起來 你剛明明打到一個香菇進去 沒有 那個花的口感就是 真的像香菇 就是完全像一個香菇 你看,有聽到我的聲音 有沒有,我叫麥克風 沒關係,你再開始嗎 好了,吃飽了,喝足了 接下來可以吃飽了 可以吃飽了嗎 可以睡了嗎 要從那邊隨時吃,歡迎你 這個風好舒服 真的好舒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去哪裡 接下來會讓大家更舒服 因為要往下一站前進 不信 真的 這是你們下一個 今天打工快速的地點 很厲害 可是我看到這個山的高度 應該在滿山上的吧 要爬了 目前都有爬山進去 這是什麼 這是蘋果 那個什麼桃 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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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山 我知道啦啦山有水蜜桃 所以說啦啦山很遠很大嗎 不知道 我們去問人看看 看這個地方到底在哪裡 我們去找那個吳老闆 順便謝謝那個吳老闆 好 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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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告知 你好 哈囉 謝謝 我們來這裡 好 這是我們三個人心第一弊 對 我叫那麼多香味 就 獻給你了 很難忘 順便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怎麼拿這道菜 這是蘋果還是水蜜桃 蘋果 這是 蘋果 蘋果 紅豆有產蘋果 可能要去比較刷 刷 山蜜 復興 大溪 大溪復興鄉那附近 大溪復興 你可以到那邊去 就桃園只有那邊有蘋果 有產蘋果就對了 這都要山蜜 也要有一個尾部 高山 高山 還有才能掌蘋果 很可能就是在復興鄉 復興 你這裡看看 去那邊問人看看 對 不過真的很險 謝謝你再次感謝 謝謝 下次見 謝謝烏波波 拜拜 謝謝 拜拜 剛剛烏波波說我們要往復興鄉 台地復興鄉 你會走嗎 我們剛是左轉進來 所以應該是右轉回去吧 蠻遠的 52公里 52公里啊 是嗎 這不是你導航說的嗎 對啊 可是這復興鄉在這啊 大溪嗎 我們現在在觀音區啊 所以我們到復興鄉多遠 真的要這麼遠 一個多小時 蛤到復興就要一個多小時 對啊 嚇死我 我以為蜜蜂飛進來了 嚇死我 原來是一隻小蜻蜓 嚇我一天 我想說我把蜜蜂帶走 你可以 我不想傷害你 你 嘿嘿 你看 他就這樣 飛走了 我們停在路邊 把他解救出去好了 好 算他 會永遠飛不出去 對 可是他現在困在 提標板那邊 快點 我要把你送出去 讓你出去找東西吃 好 好 不要動喔 好 去吧 Yeah 這什麼 大概有商圈耶 這一區感覺 人多了一點 復鎮事務所 這裡就是復興鄉啦 因為剛剛那個是復興區的 復鎮事務所這樣 嗯 他要去 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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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來問一下 那各位可以接各位 問水火店 反正有人就問了吧 好 走 下車問問看 老闆你好 你好 老闆你好 老闆你好 你好 老闆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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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請教一下 是 你會知道這裡是哪裡 蘋果農莊嗎 蘋果農莊 蘋果農莊 對,只有那邊有蘋果 蘋果農莊 在這附近吧 還要開車 你開多遠 到那邊嗎 可以 妹妹 妹妹 你的腳這樣很快 這兩個是要吃 如果快快開 快快開啊 開不快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可以啦 不知道你行不行 我是快快開啊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好 謝謝喔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一個快 我們現在是在海拔六百米的高度 六百囉 對 哇很高耶 剛剛爬上來的路 真的有夠小了 剛剛我看到嘴巴都開了 嘴巴合不起來 辛苦 辛苦 真的 哇這個 這個爐真的太豐富 這個爐真的高一台車 對 我是比較想知道 為什麼這個大會 能夠找到這個地方 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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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嗎 蘋果農莊 應該就是吧 因為剛剛那個大哥說 整個復興巷只有他們有產品過 對 所以應該是這裡 沒錯 錯了就瘋了 現在那個路已經不能會遮了 哇塞 你看左邊喔 好漂亮喔 哇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不是 確定 這種地方有那麼大的建築物 因為我看那個建築物蠻大的耶 那個突變上 對啊 它是枕洞耶 對 好 確定這種 這種 我們相信那個 五公里應該快了 應該不用換手喔 你說換人開嗎 對啊 我其實沒有很信任你開車 你這樣講 我沒有很想讓你開 我們就放行 只是想說 禮貌我先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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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快海拔一千了吧 不知道耶 哇現在一千一了 一千一喔 光明一八二 持續上升 高度表 在雲上 差不多 應該是 雲在我們下面 看雲啊 還是有雲 不用不讓 看雲啊 還是有雲 欸 第一公里 右轉 看你唱就很昂貓 不是 重點我還幫你唱 那你把我回啊 笑一點點 我還真沒聽過這首 是嗎 大家不要再去不要講 卡掉 卡掉 我們這個路已經小到不能再小了 對啊 你要有心理準備 等一下下去就下跪 拜託 讓我們幫他打空住宿 如果走錯的地方的話 有錄影區 先看房子 先找那個房子 先找那個大的 不像 沒有耶 真的沒有 上面 這邊一點 左邊是不是 是那個嗎 是那一棟嗎 是嗎 是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他的另外一邊 這張帳篷是他的另外一邊 不管啦 上去啦 怎麼樣都說是 有人耶 我們先停 好大喔 這邊好多人喔 怎麼感覺上來變成另外一個世界 對啊 怎麼會這樣 真的很多人來了 這些人 非常的輕鬆 這裡的帳篷我可以啦 這裡的帳篷不錯 這裡可以 新帳篷 好酷喔 這裡真的好多人耶 來這裡會想住帳篷耶 這裡嗎 是啦 這一面有窗戶 有沒有 就說是他的另外一面 應該 所以是應該是剛剛那一棟 是不是 就是他 對 就是他 沒錯 YES 就是他 要不然就好笑了 一模一樣了啦 一模一樣 空氣好舒服 這邊就可以看到剛剛那個帳篷區 哇 這邊可以整個看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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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空氣就是不一樣 真的 就完全就不一樣了 空氣聞起來有一種甜的味道 清新 幹嘛 這是什麼東西 是用聞的好不好 不是很用吃的 而且我只是有人在摘到幫 可以 可以 掛一座 你好 我是李李仁 你好 坤達 你好 我看到你了 好亮 你好 我問了 我問了 什麼 你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他小時候 他小時候 好 那我們今天就請坤達來提問 既然老闆娘都是他的粉絲 就我們這樣子 法山涉水上來 其實就是想要求一個溫飽跟住宿 對 然後我們也是循著這個圖片 花了好長的時間開車上來這邊 對 可以希望就是讓我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 抱一下老闆娘 快點 一起抱一下老闆娘 OK 所以我們有那個總統套房 對 因為我們節目是 是要我們打工然後換屬 有 我有看 對 可以嗎 他說好 謝謝坤達 謝謝坤達 謝謝老闆娘 謝謝老闆娘 老闆娘剛剛應該就是 有分配好我們要做的工作了吧 有 對 就是第一個是需要幫我們搬海浴 海浴是可以 海浴是可以 海浴是一種植物 植物 一種花 對 然後第二個是 要幫我整理房間 整理房間 整理房間嗎 不是我的房間 是等一下客人要入住的房間 客人要入住的房間 對 喂 那個佳燕娘 我跟你講 很好 很好 對啊 為了我們 對 現在要整理房間 第三個就是我們明天有需要到柴火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去森林裡面 把小木頭幫我鋸斷 OK啊 沒問題 這個我們都 這個肯納最貴 有 我看過你們的節目 我跟你講 所有的工作 我都肯納去 坤達 你就負責 讓老闆娘開心就好了 你讓老闆娘開心 我們這兩天就很好過了 還有嗎 就這三個 這三樣 但是還有一個 等一下我要準備晚餐 所以我還要去採菜 所以有四個工作 學問達 你陪老闆娘去採菜 這個很累喔 這個最辛苦了 陳菜辛苦 我就跟你去採菜 對 這樣就可以 採菜 那我們去搬海浴 披木材 整理房間 可以 我都背起來了 你看專業吧 好 去採菜 出發 謝坤達 我們的福利靠你了 謝坤達 大哥怎麼稱呼 林大哥 你還真的叫大哥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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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幫你搬什麼 這些所有的搬山 這邊是全部的 對 這邊都是海域 因為它的花期過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它的花搬到旁邊 因為像這個不好看 放到車上然後推過去 來… 你把車子推到旁邊 直接這樣上去最快 對 對 對 這樣子最快 對 我們要換一頓好吃的晚餐 給你一個好的住宿 你要認真 走 走 我們往上拉嗎 給我就好了 那個林大哥你不用出力 你小哥 小哥 但是我們就放在這上面 好 對 我很怕上去會掉 應該不會吧 好 上波尷尬 沒關係 我來 好 還是會掉 好 這樣會掉 好像會掉 對 放到哪裡 放在這些盆栽堆嗎 對 我們排下面好了 也可以 對 專業好不好 一次四個 我來挑戰一次六個 有人就找到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對 如果你手夠大 應該是可以一次六個 對 走 繼續 來 可以 可以 會很累嗎這個 不會 這個不會 真的不會 你有點喘而已 你看我可以一次三盆 兩人哥 因為等一下還有劈彩的工作 你們要不要噴 兩人哥想劈嗎 我都可以 看你 鋸木頭 反正一定要有人做 是鋸木頭 那我來 我去 那你搬嗎 OK 那我搬這個 好 走 好 這裡交給我 鋸木頭 走 我去鋸木頭 鋸木頭 鋸東西其實 我可以 對 這鋸子不錯 對 還行吧 阿哥你這樣有天分 重點是 你等一下要跟你們老闆娘說 我們做得太好了 對 對 那今晚要加菜 加菜 YA 聚久了 也是會累的 我跟你講 這種時候就是 直接 鋸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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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的名字跟英文很像 ELENE 那這個民宿 算是 家裡面 對 家裡的 爸爸 爸爸嗎 爸爸做的 做的 對 怕我們以後沒有工作 所以 他做民宿給你們 做民宿給你們 整棟他蓋的 整棟他蓋的 對 他自己蓋的 花很長的時間 差不多我高中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了 但是還滿辛苦的 因為畢竟 不想待在山上 對 因為畢竟 我們剛剛上來的時候 真的滿長的一段路 就是要到這邊 其實要開滿久的車 什麼時候開始喜歡Energy 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 就是 妳國小喔 對 差不多 然後我姐姐的差不多 五六年級開始追星 就追你們 等一下 妳姐姐 剛剛有一個是姐姐 只是她不願意露面 真的喔 對 我們到了 對 好 帶著我們的小菜刀 對 我們的小菜刀 我們直接下去 果園就到了 弟弟 阿姨在嗎 在 那我要去 我要去採高麗菜 我們要來砍高麗菜 對啊 弟弟你帶我們去果園 好不好 好啊 要小心一點點 好的 砍高麗菜 水管要小心喔 好 這是阿姨她們的生命之泉 所以我們晚上就是 吃這個高麗菜對不對 對 現砍現吃 對 那刀子 好 來 然後你摸摸它 它有硬 摸摸它 對 壓它 它有硬就可以沾 有硬 怎麼樣算有硬 這樣就可以啊 這樣就算有硬 對 那妳示範一次怎麼砍 弟弟 弟弟要下來嗎 來 教哥哥砍高麗菜 不是妳教我嗎 我們是這樣啊 可能專業是有點不一樣 從它根部這樣砍下去 切下去就對了 對 那我們要採幾顆 採個二三十顆吧 不然採個二十顆也可以 好 二三十顆 採了啦 對 然後把它旁邊那個 多餘的葉子拔掉就可以了 然後就放裡面 這樣 這樣 這樣算多餘的嗎 對 這是我採的第一顆高麗菜 還有十九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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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或是柴刀之類的 沒有 我覺得 我們原住民這個是最原始 我們都是用這個 我看過用虎頭的原住民 好嗎 小葉 小葉妳有在看節目嗎 妳是老外 原住民 妳是哪一族的 泰亞族 我們上次也是去南澳的泰亞 是喔 可能也有點不一樣 對 對 應該一樣吧 因為我看 不一樣 你們泰亞都比較白 泰亞 唉唷 會串 會很累喔 對啊 我以為是用斧頭 斧頭我就比較有經驗 我們之前用斧頭披就 還蠻過癮的 我們山山在打砍珠子 叫鱸罵 我們砍珠子也都 鱸罵 我們原住民珠子叫鱸罵 鱸罵 對鱸罵 我們都是用這個 用鋸的就對了 對 我們全部都是用這個 我才鋸到 各位觀眾 好痛喔 好痛 鋸木材的秘技 不是因為有時候 你就插那幾下鋸不下來 對 直接折斷比較快 所以你從小在山上長大 對 是喔 從小在山上長大 那你在山上 你最怕遇到什麼事 在山上最怕遇到什麼事情 沒有 什麼事 什麼 只怕喝不夠啦 那個酒 那個酒 OK吧 不要勉強 就老實的鋸玩 被刀有沒有 老實的鋸玩 我很老實 你看專業喔 你看 鋸的手一定要握拳頭 你不能這樣喔 你這樣有時候會滑掉 阿啪 就下去了 你看這個鋸子 它是 它是有兩個刀片 所以這個一割 鋸子割到是沒辦法縫的 是 大家要小心 所以跟切菜一樣 旁邊我們要上字幕好不好 危險動作 小孩不要模仿 因為真的不要隨便拿鋸子來鋸 太難鋸了不鋸了啦 換一根 這根夠大了啦 我要換細一點的 可能他有在搬嗎 有不好意思在關心他 差不多是這樣就好 來 好 好 OK 謝謝弟弟 我們走 原來那這個就先放這邊嗎 還有什麼事情要做 那晚上我還需要採豆子 要跟我去採豆子 刺激豆 刺激豆 對 好 上去了 小心喔 這個是什麼果啊 五花果 這個你們外面吃不到 真的假的 對啊 那它吃什麼味道 你給我哪一顆試看看 好 聞看 有沒有 YES 上手囉 上手囉 我開外掛 開外掛 我巨大會想笑 我巨大真的會想笑 你有沒有考慮就是直接這樣 直接這樣一根丟進去就好了 奇怪 為什麼我們兩個人的工作環境差這麼多 他們那裡都是笑聲 因為他們那邊很累 他們很累嗎 他們是累到在笑嗎 反正你要過去試看看 我過去劈柴嗎 巨木頭 這個最後一節可以吧 今天應該夠了 夠了夠了夠了 馬瘦啦 馬瘦就是夠的意思 馬瘦等一下 其實我後悔了 可以了嗎 這個可以吃嗎 這可以 這可以 這真的外面吃不到 你說這叫五花嗎 五花果 為什麼跟我外面想像看到五花果 是長這樣子嗎 對啊 這可以吃嗎 這熟嗎 這可以直接吃 直接吃 對 放心 我喜歡 一 二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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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祝你 祝你三日快樂